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 祂解释得很清楚 祂解释得再也没有更清楚 你们知道上帝的律法吗 所有圣经就约的律法 跟新约的全部的圣洁的教导 不是字面上的标准 乃是心灵的标准 所以你们向弟兄动怒的时候 你们已经杀了他 你们看到姐妹动营练的时候 你们犯奸淫 你们贪心别人 或者我们弟兄弟 常常你跟人比较 他有什么我没有什么 然后你有一点红眼 里面有点妒忌 你是在偷他的东西 如果我们按照那个水准来讲 心灵的水准是这样 你们说谎 我没有说谎 你假冒为善 假冒为善 好不好吃 好吃好吃 行行行 没事没事 后面讨厌死 难吃的半死 这是一种说谎 这是一种说谎 这是自己的面子 或者人情 或者你自己 这是一种说谎来的 所以说 所以呢 当实际命讲的时候 不要偷窃 不要偷窃 不要说谎 不要犯戏 不要想着说呢 各位想想看 其实里面有一个精益 在里面 全部是心灵的标准来的 只有一个读佛经 可兰经 犹太经 或者犹太 法利赛 613条 他们一样一样东西都讲出来 吃要怎样 走要怎样走 安息人要怎样 你看 多么清楚 曾经有一个回教主说 你们圣经里面 就这么简单 爱神爱人 时间命 这样 我们可兰经里面 有很多很多 教人 怎样做 怎样做 怎样做的 各位 你无论怎样做 你按照那个地方来做 本身是最来的 因为心灵是无限的 字面 你无论全世界的书 哪来写到完了 比如说 如果单单说谎 圣经说 不要说谎 这句话里面呢 你有几万种说谎 几万种说谎 对不对 讲骗话也是说谎 你假慢为善 也是说谎 你造谣也是说谎 你毁谤人也是说谎 你虚假也是说谎 如果全部列出来几万种 你怎么能够 这书里面 一句一句这样写出来 所以圣经是 有心灵的标准 在那个地方 那个精益 所以一句话 不要说谎 然后下面 你们都说了谎 你们都说谎 你们都犯了奸淫 你们都有跟人比较过 你们是羡慕别人的 你们偷了 你们弟兄姐妹的东西 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讲 第一要告诉我们 所有人都犯罪了 没有一个称义 没有一个人 不犯律法 所以连新约的教 甚至保罗写出来 现在我跟各位说 也是心灵的经意 没有一个人做到 但是呢 谁能做到 谁能做到 你必须要真正的重生于变化 有新生的生命才能做到的 真的新生的生命 就圣灵临到一个人之后呢 他的生命已经不再是守律法 也不是在怕刑罚 怕犯罪之后 又受咒诅 他的心来是 主啊 我被你得拯救了 你的爱感动了我 我也愿意爱你 快跑属于你 新生的生命 Burn again life 只有真的新生的变化的人 你成为另外一个人 你才能做到圣经的那个水准 所以不是那个字句 乃是爱 在爱里面没有律法禁止 对不对 圣灵的果子 人爱喜乐和平 没有律法禁止 讲这样的话 对不对 就新生的生命 所以我再讲一次 没有人 没有人告诉你 没有人做到 只有新生的生命 才能做到 那已经新生了 有时候又软弱了 对你新生了 你的生命 你的动机 真的是爱了 不是要守律法 对不对 你的心 真的是要爱主 真的是要爱我的弟兄姐妹 真心的爱他们 但是呢 因为人在这个肉体里面啊 明天又跌倒了 所以呢 这个新生的生命 这个新人啊 虽然跌倒 他不是留在跌倒 隐藏 假冒 他乃是 向上帝懊悔 痛悔 扎心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上帝施恩给谦卑人 上帝把恩典 连绵 再次向他显明 让他明白更深的 更无限的上帝的恩典 十字架的爱 所以叫他 心被恩赶的 又再站起来 爱人的心 更真实 爱人的心 更大 对不对 过后更大 所以一个基督徒 一个新人的生命 是要一生往这样走的 一直到你离开世界 你能够看到 十字架的爱多少 领会多少 活出多少 那个就是你在天国的冠冕 这个意思